尼路水草绽放队深渊12层 上半下半三间连打 上半还算比较轻松 因为群怪比较适合尼路的绽放 下半真的是很努力在瓜了 特别是最后一关半永恒 如果没有激化的话 他在场的时间特别短 打了好久 这边上半的这个巨怪 基本上也不需要过多的考虑 只需要往最远的怪身上走就好了 除了这个拿弯刀的这个镀金旅团 其余的人靠近你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注意的是躲避这三个小boss 他的伤害 这三个伤害实在是比较的高 尼路的话打上半 还是能给下半节约不少的时间 然后要注意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把充能弄好 这边四只这个一记巨兽 注意底下的圈要及时切巴巴拉 或者是切其他你血量多的角色 当然尼路也可以来挡这个伤害值 而且尼路水环在的时候 我们切尽量把克莱和草主切出来轮番上草 提高上草的频率 这样增加封壤之河触发的这个频率 这样打的才会更快 如果你用尼路战场的话 这个触发频率就会降低很多 12-3是四个白给的小龙系 就算被他喷中能量球也无所谓的 这边只需要两轮的封壤之河就可以让他再见了 需要注意的是封壤之河爆炸的时候 有稍微一点点的薛刃效果 所以这个小龙系因为体积太小 所以他会被炸后退一点点 要么你往上跟住 要么你往后撤等他过来都可以 12层下半的三肩连打 1R的难度不是很大 特别是12-1下半 其实还算比较适合尼路的绽放队的 这三个机器人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出隐身 然后这两个凌风猎手和这个杜金旅团的招石头的这个小怪 需要注意他们的伤害值 这个堕地这种伤害能躲就躲也躲 不能躲的话就切血量后的人来硬扛也行 因为这个弓箭手他移动范围比较少 追着他打的话另外一只会跟过来 这样比较快的就能用绽放给两个都清掉了 12-2的箭柜用这个战风队打 是一个挑战首先要保证有充足的时间 最好上半间在一分钟左右打完 给下半留两分钟的时间 上来之后不用管这个箭柜直接上来一顿输出 因为第一套风阳之盒至少领命的尼路 我这一套是打不出他的所血的 还需要再补一些伤害 所以不用吝啬这个风阳之盒的使用 这边尽量的切出来给草主充能 因为草主的元素爆发时间会比克莱更久一些 这边等上一下 如果他没有后撤动作 立马摆上草主大 然后打风阳之盒 过来之后 如果他后撤 再克莱补上这个元素爆发 这样不会浪费掉这个输出的时间 因为箭柜后边就不锁血了 所以对绽放队来说 唯一的难点是他的位移 就是要卡中他位移的点就好了 这边还有40多秒不用着急 现在他的血量是一套这个风阳之盒就可以带走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切出另外一个上草的角色来加快草元素的上的频率 像克莱我也丢了个大 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些 箭柜还是算可以在标准时间内打完的 最后这个半永恒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激化队伍的话 没有雷元素的话 他的隐身时间和频率都非常的高 而且显形大概也就几秒 连尼路的一套这个风阳之盒都吃不满 他就立马又隐形了 而且这边要注意 如果你想至少拿一颗星的话 在出现这个部件的时候 尼路不需要弄水环 弄的是水月刀 这样打起来会稍微轻松一些 这边我活活的刮了三分多钟 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一关对灵命尼路来说输出爆发 延迟之后实在是打不快 他的隐身又太长 这是为赛诺计划队准备的一个深渊 所以这个实在没有办法 看下一期深渊加强雪量之后 这个尼路绽放队会不会有好的表现 而且后边草绳也过来了 上草的频率以及时间都有所提高 到时候看一下能不能把高雪量的深渊给征服掉 不过下期的深渊上下半都有一个飞天的怪 这会是比较麻烦 我估计战放队也不太会好过 因为墙台弓箭手的深渊环境 还是得用弓箭手来解决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尼路上下半间三间连打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支持我 下期视频见 拜拜 下期视频见 下期视频见